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地位于安徽前线南部 始建于北宋 迄今已有九百余年的历史 因村边游水溪流 又因古有地宋游间的驿站 故而得名西地 整个村落成船形 四面环山 两条溪流穿村而过 村中皆向沿溪而设 均用青石铺地 西地村至今仍有完好的古建筑一百二十四座 祠堂三座 淡雅朴素 错落有致 旅福堂 建于康新年间 是一座分前后厅 三间三楼结构的民居建筑 高大宽敞 雅秀古朴 厅内陈设压画桌 桌上东侧 置放一花瓶 西侧摆设一古镜 取写音 东平西境之意 大府地 石西地村中另一处故宅 建于清康熙三十年 为临街亭格式建筑 门额下有座退一步响的蹄子 羽翼警醒 耐人寻味 举木环绕 村外树木浓郁 景色尽收眼底 红村 位于前县东北部 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 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现存明清时期古建筑一百三十八状 红村水系采用仿生学的牛型布局 以雷岗山为牛头 村口的两株古树为牛角 阴地是较高 常有云征霞味的美景 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 整个村落就像一头悠闲的水牛 竟卧在青山滤水之中 城志堂 位于村中水镇上游 建于新咸丰五年 是一幢保存完整的大型民居建筑 整栋建筑为木结构 内部由砖 石 木雕装饰 金雕细刻 珠柱金梁 经过百亿年时光的消磨 至今仍光彩如初 南湖书院建于青嘉庆年间 由制道堂 文昌阁 启门阁 惠闻阁 望湖楼 底园六部分作成 制道堂是先生讲学的场所 建筑宽敞明亮 布局规整 文昌阁奉设孔子文位 学生在这里对孔子瞻仰膜拜 启门阁是学生启门和读书之处 置身其中 就仿佛自己也在这座院子里读书一般 惠闻阁是供学生查阅四书五经 吟师作父的场所 望湖楼是书院内教学闲暇 观景休息的地方 一壶碧水位于书院前 书院连接着楼舍 与碧水蓝天交相辉映 步步入景 处处如画的西地 红村 以其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 保存完好的村落形态 工艺精湛的徽派民居 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而闻名天下 是中国徽派建筑的典范之作